好 法国巴黎的罢工活动还没有终止 这是在当地巴黎第六区街头上的画面 不少店家都没有营业 只有零星的餐厅有开 路上有些人手上是拿着自制的手举牌 应该就是要往抗疫集结的地方去集合 而这里其实相隔两三条街 就是巴黎的卢森堡公园 那么路口都有警备对站岗戒备 也有拉封锁线 主要就是罢工活动而封路 也造成了附近外围交通是大打劫 那么抗疫的活动在当地时间 大概是中午左右 吃饭用餐时间还没有开始进行 法国总理博尔内在当地时间五日的时候 就退休改革的问题 再次与工会的领导人会面 意图是以安抚的姿态结束为机 最后这个会面大概是破局的 所以四月六日工会又举行了 第十一轮的罢工抗疫 看来劳资双方还有政府之间 要能够取得平衡达成共识 还有一段时间 以上是目前在当地的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